有覺得陳漢典當時有被妳的模仿打動嗎 我覺得他好像有點感動 然後他從此心裡有留下妳的印象嗎 有 他有記得我 妳怎麼知道 他剛剛說 她說妳 妳是那個上次在學校很失控那一個 我說嗯 對 可是因為LuLu她的刷包 是讓人家看得不會噁心 因為有些人刷包 妳會一直覺得妳知道 會 妳知道 一直毛骨熟來 我等一下自己給妳看 他這個都還有一種清新味 對 楊赫群我覺得她的優勢 好像是她有觀眾緣對不對 對 而且她 妳看她是發自內心在表演的 然後她前面用陶子姐做一個開場 她後面的她用那個歌曲 跟她的炸雞排 然後自己做了一個 很絕妙的一個結合 是 那個不會說 像我們以為就是說 她可能陶子姐後來又模仿看我歌 又模仿小S什麼什麼那樣子 一個很... 太可預料了 對 但是完全是看完以後 覺得是一個驚喜 對 是 而且氣質不錯 對 你很不噁心耶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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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噁心 真的 有可能會變成主題了 我覺得有 妳可以訪談嗎 好棒喔 妳可不可以訪問漢典看看 訪問漢典嗎 漢典那妳今天就是這個裝扮 這個衣服 是跟後住姐直接借來的嗎 還是 好問題 這個裝扮喔 還是租的 沒有 是租的 是租的 怎麼可能會有地方可以租的 因為我跟後住姐租的 可以輸啦 輸過啦 一個前輩跟後輩租衣服 真的耶 我們是 你是去她家跟她借的嗎 不是 妳想忘記姐她學校跟同學怎麼講 她說 她妳跟我租衣服 她自己弄不到 不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衣服很 這個外面真的主題 因為我模仿康哥也是跟你借帽子 你借他 你借他的 好多髮的 好多髮 好多髮請坐 謝謝 好棒喔 郭慧妮 妳還要表演嗎 我還要表演啊 還是覺得好笑嗎 我的不是好笑 我是可愛 但是又帶了一點喜感在 請問妳當初來康熙的時候 我們把妳漸漸帶上歪的路 妳為什麼要順著走 因為就是想說應該也沒那麼 應該也不會怎麼樣吧 就順著走了 結果結果歪得一塌糊塗 過去的朋友們 有覺得妳走歪了嗎 他們都覺得說 本來是想 希望 本來是我剛進這一行 跟他們希望我再放一點點 但是沒有想到就來了以後 就放過頭了 後來就說要熟 要熟 可是妳現在的男朋友 有習慣妳變這樣嗎 我現在沒有男朋友啊 不是有說 妳不想要讓男友看到妳 一些太丟臉的畫面 就是我怕就因此交不到男友 男朋友知道妳吃鹹鴨蛋的事嗎 我沒有男友 如果男友的話應該就會克制我 所以妳男友也沒有看過 妳跳印度舞嗎 我真的沒有男友啦 這樣子真的交不到 妳的表演 有任何模仿的部分嗎 沒有 但我今天表演是 就我之前就是 在這個地方 就是跳舞的那個事情 再做一次的奮力一搏這樣 所以是我們看過的舞蹈嗎 滿新的舞蹈 沒有看過的 可是妳 妳根本不愛跳舞啊 妳幹嘛又練舞 但是我就是自從在康熙跳舞之後 然後後來就奮力去學舞了 一直從印度舞時代 學到現在的時代喔 誰逼妳的 就我自己啊 想說就是 因為我很怕你們就是會在 為什麼我要放那麼感人的音樂 我很怕你們在就是 你知道年中 歲末年中的時候 再來一次就是 笑個徹底 所以我就一定要就先練一下 所以妳現在就在籌備 歲末年中的套餐 因為我很怕 可是妳現在可能有玩 妳歲末年中妳要表演什麼 因為我很怕歲末年中的時候 就是一招會是大崩潰 然後又無法過年這樣子 OK 我很害怕耶 妳跟我們聊了這麼久 妳舞步還記得嗎 我希望現在只有有失憶的狀態 不過我等一下會盡量的就是 加油 跳錯就算了 我剛才像這個舞樣的流行 我打算就是這個舞 就是除了康熙之後 還要進攻尾牙 也行 整個人都來為年中做準備 對 我希望妳成功啊 請妳上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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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忘記了 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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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真的 加油 一跳 一跳 加油 這個東西 什麼 這個東西 從那邊 那個屁股那邊 忘記那麼大一道漢字 忘記 我又忘記了 怎麼辦 不是啦 放心 那個地方是拉起來的 沒有忘記也沒關係啊 你記得的時候 跳得也不怎麼樣嗎 你為什麼整個舞蹈 開始得很離奇啊 你直接在左樓 我這樣 你又有一個頓點 你又有一個頓點 你又突然打開 你又有一個頓點 他應該是怎麼樣 所以他應該怎麼開始 他應該就是 他應該就是一開始這樣 這樣子 對 前面還可以 OK 前面還可以 到不知道怎麼到我後面 就突然忘記了 可是妳轉過身 還看著我們之後是在幹嘛 是像這個 求救人生 有沒有要太帶動標嗎 沒有 我想說 我想說我之前都是 但是有人陪我一起跳 我想說應該不會忘記 但這次是一個人跳 就沒想到我的 慘勢真的發生了 就真的忘記了 妳對著鏡頭的時候 手在這邊這樣撐撐撐 這是幹嘛 因為我在拉衣 我在脫衣服 它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動作 它是眩牙動作 還有一些在摸肚子 感覺好像是便秘的 有嗎